所有人的负债都是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个就叫虚荣 吃了自己不该吃的 穿了自己不该穿的 用了自己不该用的 没那个金刚钻 想拦那个瓷器活 没那两下子还要吃好的喝好的 被消费主义陷阱给你祸害了 第二个就叫愚蠢 什么叫愚蠢 干了自己干不了的 一冲动开个店 一冲动开个公司 一冲动交了很多钱 想要跟着人家做微商 弄到一堆货卖不出去 这就叫愚蠢 其实第三个是不是就叫贪婪 什么叫贪婪呢 老是想要人家的原始股 要人家的这个币那个币 一夜之间翻多少倍 我告诉你这样的机会 他亲妈都不一定轮得着 其实最后一个就叫意外 所谓的意外 其实并不是意外 意外就是管控的过程中间 没有做预案 没有做备份 就是你对一切的事情 你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你都觉得是一定是可以达成的 我上一次这么讲 就有一个杠金给我抬杠 哇 这跟老师说话 我怎么这么不爱亲呢 我的公司之所以亏损 也不是因为无知 也不是因为虚荣 也不是因为贪婪 就是因为疫情 我们的货都发不出去 其实并不是个意外 就是因为你对你当下 所拥有的一切 太理所应当了 就是你认为它就不会变 你就没有预案 还是你准备不到位